当您不知道毕业后如何就业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生活中如何减压调整心态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如何处理夫妻关系的时候 当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创业的时候 什么叫包容呢 就是把所有的是非恩怨都搁你肚子里消化了 什么叫毅力呢 当别人认为痛苦的时候 看不见光明的时候 你看见了黑暗的尽头 如果我要解决我的情绪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知 我得认知我的情绪 比方说我现在特别害怕 那么我要承认我特别害怕 作为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他的目的不是要成就自己 他要成就他的伙伴 几乎所有的公司最后成功的那天 这商业模式和他起手创业的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 是改变了的 你们听说过诺基亚公司过去是做纸浆的吗 优密网每天力邀成功人士 与您分享有关求学 就业 情感 创业 职场发展 心理健康 人生理想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优密网特别制作问答节目 在路上 韩智 北极光创投投资合伙人 现任上海框架广告发展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在加入上海框架公司以前为香港套姆集团高级顾问 负责该集团的中国营运中心工作和集团技术发展工作 为套姆集团在中国的收购整合 技术开发 以及建立跨媒体平台和运营工作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还曾用两年时间带领团队建成了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和平台 成为当时互联网公司中的领军人物 本期节目谈至与您共同探讨 抛开激情 你的创业谁做主 在大企业中待久了还能否创业 如果你在一个大企业或者另外一个企业 就工作时间过长的话 会把你自己的所有的激情磨光 失掉了创业的勇气 特别是当你的工作环境 随着你那工作的时间改善了之后 比如工资增加了 又带个团队了 那个时候可能是失掉了创业的勇气 记住这一点 创业需要至少两个条件 第一个是要激情 第二个是要勇气 你要有一个非常干脆勇敢的一个心跳出去 你才能去创业 因为创业的上限和下限是不确定的 你做一个职业经理人的话 你知道你每年能拿多少钱 你甚至可以预测一下买房子 还房贷 因为根据你的工资去算出来 是有限的 但是至少是能满足你生活需求的 而创业不一样 它的回报是在正无穷和负无穷之间的 有可能不光没有回报 有可能把你自己的房子 车 家庭都打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你时间越长 你恐惧感越多 所以有可能是刚毕业的时候 你有勇气是最强的 因为那个时候你没有吃过苦 你认为创业无非吃点苦而已 但是如果你没有一点基本的素质条件的话 那时候创业失败几乎是百分之百 因为你没有基本素质的培训 你没有资金上的支持 你没有社会关系的支持 你没有一个组织团队的能力 等等你都没有 你失败几乎是百分之百 所以我建议的是 在一个你想要创业的那种条件 类似的公司的工作一段时间 积累一点基本的经验 培养一些基本的素质 然后去创业 但这个时间不能太长 最多三年吧 三年 也因而一 有人聪明一点 可能快一点 有人遇到一点好的机会 促使他决心更早一些 举例来讲 如果是能从朋友或亲戚 能筹集到初始的资金 如果说某一个特殊的环境 发现一个商业机会 这都是一个出发点 使他下定创业决心的一个关键处 那如果他比如说 他想在互联网行业去创业 他是不是在这个工作的时候 要有意识地去尽可能选择一些 这个行业里的领军企业 比较好一些呢 是 但是呢 有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领军人物也好啊 大企业也好 可能是在遥远的地方看的时候 是很光辉的形象 当你进到一个企业的时候 你会发现呢 它的经营管理是另外一种形象 所以呢 有可能的话 就选择一个中小企业 去随便去做去就行 不一定特别是有知名的一个企业 特别成功的一个企业去做去 因为每个企业做成功的时候 它有它企业开始的阶段 尤其是企业的后期阶段 我们大家传说的这些成功人物呢 它的企业都进入到了一个正规发展的阶段 而正规发展阶段和创业阶段的企业的需求是不一样的 你需要的基本素质是不一样的 管理方法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建议你到一个更大规模的公司 去培养锻炼 如果你的目的是想超越的话 投资人最关注项目的哪些方面 我一般的审查看那个商业计划书 我一般找四个方面 商业模式 市场空间 竞争环境和管理团队情况 市场模式呢 是指这个东西啊 未来会不会赚钱 简单地讲 我作为威信 如果这公司不赚钱 我们会接投的 要汇报嘛 所谓会不会赚钱 就简单 一个老太太买个鸡蛋 一块钱买的煮熟了 卖一块五 赚了五毛钱 这是赚钱的 这个商业模式是可行的 但是第二个问题 它第一天买十个鸡蛋 第二天买二十个鸡蛋 能不能无限制涨 涨了五年 它每年增长率 能不能保持 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 那么增长五年 八年甚至看不到未来 这个叫市场空间 还有第三个就是竞争环境 竞争环境的意思就是说 你做这个事情 别人能不能给你删债了 第四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一个漂亮 完整优越的团队 把这些事情执着地做下去 能不能实现 对风险投资公司的承诺 能不能完成业绩 能不能遇到困难的时候 战胜这困难 克服这个挑战 应该诚实地讲 这个商业模式重要 但更重要的是你的团队 因为几乎所有的公司 最后成功的那天 的商业模式 和它起手创业的商业模式 是不一样的 是改变了的 你们听说过诺基亚公司 过去是做紫浆的吗 它商业模式是不一样的 因为商业模式有问题 不要紧 管理团队好的话 它可以帮它再调整过来 变成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但假如一个好的商业模式 这个团队不好的话 会做砸了的 所以团队最重要 实际说 威胁在跟你们沟通的时候 大部分时间 是读你的眼睛里的激情 读你的身体语 肢体语言 看你的执行力 看你的可信度 看你有没有那个勇气 情商和智慧 很多人有这个误解 就是说我只要有概念 就融到钱 千万想都不要想这个问题 所有的风险投资 公司 微信门 已经越来越谨慎了 所以对投资的钱 特别是要看重 你这个人的成功率怎么样 另外一个误区呢 就是说这些创业的人 过高地估计了 自己的项目 我收到过商业计划书 很多人告诉我 五年之后我就打败Google 三年之后我打败腾讯 大家别笑 真是我看到很多 这样的商业计划书 你这样一说 恐怕是 微信门立刻就把你的 商业计划书 直接扔进垃圾桶了 因为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千万别高估了 自己的项目 跟微信谈的时候 一定不要谈太高 实实在在的 所以还是踏踏实实 先自己做 测试条件已经做出来 能证明你的概念 你这个时候再去找微信 要比你现在找微信 容易的几百倍 健康 人生理想 等多方面的成长心得 这个激情就是 一个人如果他喜欢互联网 或他喜欢游戏 或喜欢汽车 或喜欢足球 他能看出来他这个激情 有密网特别制作 问答节目 在路上 投资人最看重项目人 还是团队 很多情况下 创业成功 是个团队 而不是一个人 如果你要想创业 成为一个人去创业的话 你走的路一定很近 作为我投资商 我一定不会去投资 当然投资是第一个人 更主要是看这个人 有没有本事 是组合成一个团队 我知道很多项目人 在初期的时候 在发展期的时候 很多是 可以说项目人是一把手 而且他是老大 他在里边说了算 这时候往往是 他说的话就是命令 有些情况下是 由于他自己的个人威望 个人魅力 形成了一言堂的情况 他能成功的话 但是他初始的时候 如果我去投资的话 我一定看他 能不能组成团队 如果他永远是 保持一个人的情况下 这个人成功率不大 如果能带好团队的话 就说明他跟他团队 有个无缝隙沟通 我相信这个团队 是一个健康团队的话 一定可以跟他去沟通 反向沟通 而不是命令式沟通 所以建议创业的人 你一定要想办法 培养 带领好你的团队 而不是你个人 因为如果有一天 你创业起来之后 你的电话就不响 你可以去正常的 周末回去打高尔夫的话 那说明你成功了 否则的话 事情全在你手上堆积着 你变成了公司发展的 瓶颈口的话 那你的创业是非常不成功的 遇到这种公司的话 如果你是打工的话 你趁早离开这个公司 因为这个公司走不远的 如果你是自己的话 那你要反思一下 为什么把所有的事情 都拴在我的腰上去做去 如果你这样的话 你也是走不远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的话 你一定想办法 动员发展 或者是培养 带领一个团队 而不是一个人 另外说一句 这个团队一定是一个 各种性格的组合 互补性的组合 而不是一个人 全是一样的 当然这一个CEO的文化 代表了这团队文化 这CEO喜欢下围棋 可能全公司的人都喜欢下围棋 这个CEO喜欢打高尔夫球 全公司都喜欢打高尔夫球 但不等于这些人 都是一样素质的人 他们可能有的人是精通财务 有的人精通市场 所以它是个组合 是个互补 作为CEO 如果没有这个才能 去发挥 发现 培养 这些人的话 他走不远 所以这话有点极端了 当然我在伯克利 有一次讲话的时候 每个人问我 什么叫团队精神 怎么样才能保持团队精神 持续下去 我说很简单 你要准备吃亏 你要准备给予 不仅仅分享你的时间给他们 分享你的资产给他们 分享你的荣誉给他们 让他们每个人都有成就感 荣誉感 归属感 安全感 它自然而然会永远地在你周围 创业中有激情就能成功吗 如果我去找人 我去面试人 去招人的话 我第一件事要看他有没有激情 那么激情表现形式 说一句直白的话 就是你看他眼睛是放光的 就像一个人如果喜欢足球的话 你看他弹起足球 爹爹不休 一个有个三个月婴儿的母亲的话 你跟他别谈婴儿的事情 一谈的话他就滔滔不绝讲他婴儿的事情 这个激情就是一个人如果他喜欢互联网 或他喜欢游戏或喜欢汽车或喜欢足球 他能看出来他这个激情 而如果他喜欢创业 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巨大机会的时候 他会弹出来他的亮点来 会飞行往事地去做的 世界好事 但是呢 整个在创业的过程中 除了激情 还需要冷静 激情是你要跳进去 冷静你要是掌握住尺度 怎么去做去 包括你需要基本素质 就像我最近在学习打高尔夫球 一个做企业呢 跟打高尔夫球有点类似 就是说你需要会打长杆 短杆 推杆 切杆 杀杆 等等一系列的动作 你都需要掌握 你才能打好这高尔夫球 做企业 你不仅仅需要激情 你还需要懂一点市场 懂一点财务 懂一点资本运作 懂一点人事 懂一点团队协作精神 懂一点竞争对手分析 懂一点计算机 这些全要懂一点 不一定是个专家 你全要懂一些 这些组合起来 构成了你创业的基本条件 所以激情在这个问题上 要有所调整 有所控制 您有没有看到过 因为激情冲昏头脑 而导致失败的这种创业者的例子 太多了 我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说我每天都能收到 几份商业计划书 因为我现在是做微信的 看到商业计划书 说一般的商业计划书 花大概三五分钟时间 最多二十分钟时间来看一个 千奇百怪 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有写商业计划书的人 都有一点激情吧 否则你不会写这个商业计划书 而写这些商业计划书的时候 除了看到这个激情的话 你看到它是不是理智的激情 举例来讲 我前两天收一个商业计划书 说我有一个发明 我今年准备融资两千万 明年准备融资四千万 三年之后我准备融资五千万 再过两年我融资两个亿 我这个事情就可以做得很大很大 这是激情 但是我回头给他问他问题 说假如你的产品成立 你可以融资这么多钱 但是我要问你的话 我作为一个投资商的话 我给你这么多钱 我的回报在哪 你能给我算出我的回报吗 第一个 第二个 你融这么多钱 有没有想到 你一无所有 白手起家 是融这么多钱的时候 你的股份变成多少了 也可能最后1%了 做一个威西的话 我投资一个公司 你只有1%的股份的时候 你觉得我敢往里投钱吗 因为你都不在乎了 因为不是你的钱了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很多时候激情的话 变成了一个狂妄地认为自己的压倒一切 或者战胜一切的一个部分了 年纪 Bru Kore来自危险的远 Pol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